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特戰您好系列影片 我是瓜子 時隔兩個月遊戲環評系列再度更新 上一篇是關於掛網 目標就是打造一個應變能力很強的偵測系統 並且能對掛網玩家祭出公平懲罰 今天則是要來探討不當言論篇 也是希望打造一個偵測系統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觸發惡言相向的玩家 各位這項調整真的不容易耶 來看看官方是怎麼做的 首先不當通訊行為是遊戲內語音和文字聊天中 我們認為不妥的行為 雖然個人的不良態度不是我們能改變 但我們可以透過遊戲系統來阻止 侮辱、威脅、騷擾或冒犯等行為 同時我們也鼓勵為遊戲社群帶來好處的行為 這邊要告訴大家 不管你是語音還是文字都會列入審查 如同我們之前所說 一直在改善遊戲中與通訊相關的不良行為 為玩家開創光明的未來 我們認為這塊發展十分良好 不過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強 雖然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法 但我們還是想跟各位分享 為了改善所採取的措施 以及評估後的成果 還有還有我們規劃了一些新策略 我覺得言論這種東西 說實話就是看玩家們的平性 但我覺得噴歸噴 你還是得就是認識 而不是噴一些跟遊戲沒關的東西 對吧? 玩家回饋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檢舉 我們非常鼓勵玩家檢舉不良行為 不管你是濫用聊天室、掛網故意輸掉 因為我們會積極追蹤 並利用這些資訊來進行處罰 再說明一次 這不代表被檢舉的人就會受到處罰 我們會針對慣犯且採取漸進式 可能一開始先警告慢慢到永久停權 當然也有例外 像是某些字眼在遊戲裡是零容忍的違規行為 如果說出或打出這些字眼的玩家 當我們收到相關舉報 會立刻採取最嚴厲的處罰 直接永BAN啦 那在上一篇談論掛網問題的時候 有提到關於超性成績 還記得吧? 這次通訊行為 我們也打了類似的超性成績 所以很快的可以處罰那些慣犯 隱藏文字列表 我相信玩家應該都知道 自動文字政策系統仍有些不足之處 你要系統跟人的大腦比實在太難了 玩家可以想出創意的方法來迴避嘛 所以有時候 零容忍的字眼會避開我們的偵測 就可能一些諧音梗又或者中音混合 基於以上原因 所以我們在4.01版本推出隱藏文字列表 還沒看過4.01更新報的右上角資訊卡 可以回顧一下 讓玩家可以手動新增不想在遊戲中看到的特定字眼 不過各位 你們真的有去新增嗎? 我覺得還是少數耶 OK 我們來看看 2021年的成果如何 首先是聊天室禁言 就是你還可以玩遊戲 但不能打字 也不能語音 這張表 輕色曲線的地方 是我們針對打出或說出不雅字眼的玩家 最常實施的初步處罰 光是一月 我們就近年超過40萬名玩家 OMG 那整整一年肯定是超過400萬啊 玩家在聊天室打出侮辱性之言 被系統偵測到 或是被檢舉一定次數 這邊提到了 是被不同想對戰的不同玩家所檢舉 所以如果是被朋友惡作劇 或者同一個人搞你 其實影響不大 但也不是叫各位一直亂檢舉啦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2021年 一直到2022年1月 最後的曲線是上升的 代表玩家們其實沒那麼在意 官方也說了 會再改善 希望能增設到更多 目前可能有辦法避開系統的詞彙 這方面我們會精益求精 再來是禁止列隊時間 顧名思義就是你不能玩遊戲了 如果玩家一犯再犯 我們就會對該玩家帳號實施此項處罰 禁止列隊時間從數天到一年以上都有 就可能出犯且違規事實較輕微的玩家 先幾天這樣 講不聽又犯的 直接一年以上啦 當然如果玩家的違規行為特別嚴重 而且不是出犯 就有可能直接被永久停權 在特戰一號中 受到此類處罰的玩家 一直到去年中才有明顯的增加 因為我們想確定 禁止列隊的理由是否足夠充分 我們在1月處罰了超過4萬名的玩家 先感謝官方的努力 但我還是要說 數據歸數據 聊天室今年處罰了好幾百萬 禁止列隊時間處罰了幾萬 說實話 遊戲中還是常常遇到 你們說對吧 官方這麼努力整理出這些數據 當然好 但最主要原因還是得改善現況嘛 所以官方有提到 以上數字代表我們抓到 並處罰的案例數 但並不一定代表我們的作為 能成功減少遊戲中的不良行為 事實上 在對玩家進行問卷調查後 我們發現 玩家在遊戲中 被騷擾的次數並沒有減少啊 總之 我們目前做的這些功夫 只能算是基本 從2022年開始 也就是今年我們要以此為基礎 更加努力 用不同方式跟玩家們接觸、溝通 以求進一步了解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先跟各位報告 目前正在討論的措施 1.加重目前系統的處罰 在為某些偵測和管理不良行為的系統 收集數據時 我們用了比較保守的方針 以確保系統沒有誤判 如果誤判誤鎖的話 我相信玩家也會氣到瘋掉吧 現在我們對偵測系統更有信心了 所以我們會開始加重處罰內容 及遞增速度 這樣我們對於問題玩家 應該可以更快做出反應 2.更即時的聊天過濾系統 雖然我們的文字聊天室 目前有針對玲瓏人的行為 設置一個自動偵測系統 但處罰卻得等到對戰結束後才會執行 我們目前正在探討如何在犯行的當下就立刻執行處罰 就像自動偵測外掛那樣吧 當下就讓玩家知道這樣絕對是好事 而且當下抓的話 玩家的心裡也比較舒服嘛 3.改善現有的語音過濾系統 目前濫用語音聊天的行為 只能靠玩家重複檢舉來判斷 尤其語音聊天的行為比起文字還要難偵測 而且往往都需要依賴人力 但我們正在逐漸改善這點 我們不會等到系統達到完美境界後才公開 因為永遠都不可能完美 而是定期告知玩家 我們對系統進行的調整和改善 今年中會跟各位報告近況 務必密切注意 那說到這個語音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關於語音審查的地方 去年REALT更新了隱私權政策及服務條款 讓官方可以錄下玩家的語音溝通過程 並在有人檢舉干擾性遊戲行為時 調閱紀錄、做出評估 而特戰1號將是第一個實施此措施的遊戲 對 官方有權可以錄下你在遊戲內的任何語音 這邊說到的就只有遊戲內麥 如果你平常是Discord、Live等等是不會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 你可以直接關掉遊戲語音 做這個的最主要原因是 藉由錄音知道哪些惡言 然後做出一套系統 這樣當玩家講出這段話時 就能直接偵測 短時間內直接處罰該玩家 四、地區測試計劃 我們的土耳其團隊最近在當地 推出了一個測試計劃 就是與客服共同建立一個檢舉專線 讓負責的專員審查玩家相關的檢舉內容 並根據規章採取相應措施 這…還在初期測試階段 不過如果成效不錯的話 其他地區就有可能跟進 4點措施是目前正在討論的 順利的話今年就會試試 以上不當言論篇 各位的心得是 同樣的官方願意整理出這些數據 和玩家們分享 這點真的值得稱讚 拉近和玩家們的距離絕對是好事 但這種惡言行為不是一兩天就能結束的 甚至不可能結束 所以能降低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玩家們還是得自己知道 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嘛 還是希望特戰好越來越好啦 最後的一個請求 就是請大家多利用我們設置的系統 請繼續檢舉對戰中的不良行為 遇到不想要看見的字眼 請善用隱藏文字的列表 並請繼續給我們回饋 告訴我們你的遊戲體驗 以及想要的功能 謝謝特戰好的所有玩家們 那乖哥的請求跟官方類似 如果你有什麼影片的建議 或者想要我拍什麼樣的內容 都歡迎留言拉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乖子 別忘記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